A Level 95 年 現在有一個Rectangle Coil 它是一個4-link的Rectangle Coil 它就跌下來 這個就是A,這個就是B 剛剛好,B field的闊度是A 這個位置是特意的 為什麼呢? 它就問,如果跌下來的時候 是Constant Velocity V Just at enter the field region until it completely leave the region 就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是Constant Velocity 應該不是 但是呢 就當它是先 就叫你Sketch Induced EMF 在下面的Graph 那發生什麼事呢? 下面這個就一定不是A Level的Passed Paper 這個是我畫給你 方便我講解的 好了,它如果是Constant Speed 跌下來的話 你會見到它每一秒 增加B field 這個Case來講,每一秒的B field都會增加 所以在Lance Law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一個Induced Current 你也可以想成為 如何產生Induced Current 就是你這種N Delta Fust over Delta T 好了,為什麼它說是Constant Speed呢? 它就想告訴你 如果Constant Speed跌下來的話 它就應該每一秒 增加Delta Fust over Delta T 是Constant 如果這個Constant的話 那就是Induced CMF 那就是Constant 所以當你落到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裡面 Induced CMF 應該是打橫的 當它進入整個B field裡面的時候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在下一刻 B field就不是增加 它是減少 如果它減少的話 Induced Current 以及Induced CMF 就會倒轉了 因為你增加的時候 這個是正數 當你的Delta Fust over Delta T 減少的時候 這個就是負數 所以這個Induced CMF 都會倒轉了 所以如果我當這一刻 為之叫做T0的話 那這裡 這個時間T裡面 它就立刻 Sharp 就跌了下來這裡 OK? 好了 所以這個Induced CMF 就會是這樣畫 好了,然後它就問我 Induced Current 是B,V和R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這個棍子向下跌 它就當這個速度 是Constant V 那這個棍子向下跌 我們之前也有做過 它那個Induced CMF 其實等於B 這個距離就是B 世界B 然後呢 成為V 那其實應該是B,L,V 那我就把L 變成B OK? 好了 接著它的Induced Current 就是B,B,V 超過R 這樣就已經做完了 好 接著 當它離開的時候 那個Case是一樣的 當你走遠的時候 那個Induced CMF 就是B,B,V 只是這個數是負數 OK? 那你除了R 就會求到Current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數 好了 接著到Part C 它就說 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它就說 電流經過 就會有一個 Hitting 的Effect 因為裡面也有電阻 好了 我們怎樣求 進去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其實 當它入少少的時候 OK? 那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 畫上Current 給你看 Current 就是在這裡走 這個扮演電池角色 所以電池就是這樣 OK? 那電流就這樣流 好了 那POWER Lost to the thermal energy 的話 就是用POWER 等於I2R 剛才I做了 就是B,B,V,R 這個Square OK? 成R之後 答案就會是B,B,V 這個是Square 超過R 好了 那我們知道 POWER Lost to the resistor 當你下來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電流 都會有一個POWER Lost to the resistor OK? 好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 其實它用了幾段時間 掉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 由起點的記憶 由起點的記憶 由Framme 這裏 去到頂的這一步 OK? 那這裏的距離 就是2A 當然你可以用底部做也可以 就是你用底部 去到底部 都是2A 那這個時間呢 就是等於 它那個距離 2A 除回那個速度 2A 除回V 好了 那能量呢 就是等於 POWER 剩下時間 就是B,B,V的Square 再除回R 再剩下時間 時間是2A,V 好了 那你可以約回去 就是B的Square B的Square 然後這邊就是 2A 然後這邊就是 但是V就會 弱走了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ELECTRAL ENERGY 好了 我就問 ELECTRAL ENERGY 你看到 Framme 掉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PE 是下降的 K E 是不變 所以我就會知道 其實油的PE 就會變成為 它的ELECTRAL ENERGY 當然 ELECTRAL ENERGY 再變成為 題目講的 Framme 這裡就不需要你看 因為題目 就沒有說到 ELECTRAL ENERGY 再變成什麼 好了 到Part C 你知道它叫你 這個ELECTRAL ENERGY 就說如果它是 跌下去Constant Speed 的話 那有什麼力 會在這裏 我就知道 這個力 就是 向下力 就是mg 什麼等於mg 就是你這個 induced current 產生的 magnetic force 這個magnetic force 就是FB FB是什麼 就會是 B I L L 是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 B 這個距離就是世界B 那就等於mg OK 好 這個是答案 就是FB 等於mg 重量 然後就問 最後一部分 其實都是代數 題目就問 可不可以把 FIRMAL ENERGY 變成一個 跟MAS 跟DIMENSION 有些關係 我們看看這個分型式 這個分型式裏面 裏面有個I 我知道 i 會等於 我們看到 這個寫得比較好 就是B Square 再B 再V OVER R 等於mg 這個很好 因為我看到 這個有個B 然後 有個B 然後有個V 以及R 這幾個東西 又圈了幾個東西 就變成mg 那我記錄它之後 就eamg 哇 eamg 是些什麼呢 它正正跟你證明到 ELECTRICAL ENERGY 就是等於 這個 下下來的 衛能 這個就是那個衛能 OK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